大家好,我是東一走的橋樓鮑勃 日本的食物真的很好吃 應該常常聽到朋友來日本的主要目的是吃美食吧 金澤的迴轉壽司 香川餡的烏龍麵 仙台的牛舌 雜晃的烤羊肉 真的是讓了獅子大動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幾家日本的當地美食吧 東京以及金板神有其他系列影片介紹 所以鮑勃這次會介紹這些大城市以外的美食哦 鮑勃這次利用日本很常用的塔貝洛具 以及外國人愛用的Google 以及鮑勃自己的味蕾綜合評價來推薦這些美食 如果對塔貝洛具不熟的朋友 只要記得大概3.5分以上評價就算不錯 3.5到4分左右 大概就是日本前3%的店家 4.0以上全日本大概500家左右 大家就參考一下囉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甜點擺明店茶房雲木Kirara 位在一條小巷子內 Bobbo在下大雨天的星期日早上拜訪 就已經大排長龍 Bobbo點可是Kitty跟黃豆粉的套餐 1000元日幣 可是Kitty吃起來有點像是板條 從冰水中拿出來沾一下黑糖 QQ的很清涼 非常軟Q吃起來像湯圓口感的白玉 沾滿甜點的黃豆粉跟黑糖也很搭 難怪大家會在下大雨的天氣來排隊呢 吃完茶房雲木的日本甜點 大家可以散步到錢洗便財天 與賀福神社洗個錢 祝你發大財 Oxymoron是一家咖哩百明店 店被裝潢簡潔 也有賣一些小雜貨 Bobbo點是和風Kima咖哩 就是乾咖哩或是肉醬咖哩的意思 咖哩本身吃起來甜甜的 配上微辣的青蔥 以及濃濃的半手蛋 做出了不錯的調和 很有特色 Diego by the River 就是一家靠近水邊的咖哩店 是湘南當地人也很喜歡一家店 整間店有兩層樓 總共75個位置 應該是不需要排隊就可以輕鬆的進到店內 店內裝潢很有美式風格 提供的食物也是以美式居多 取材的時候是下午 所以Bobbo跟WeiN沒有點正餐 點了他們的飲料以及甜點S'more 還不錯吃 在Diego by the River 用完咖啡 直接登上知名人氣景點江之島吧 Cafe Ruchet 是一家有名的吐司咖啡店 雖然隱藏在巷子裡面 但老饕們還是屈之若霧 店面本身是大正時代古民家改建而成的 所以可以邊吃吐司 邊喝咖啡 邊欣賞建築 最有特色的吐司 經過20個小時的低溫長時間發酵製作 可以將麵包香醇的味道更能體現出來 我們點的是550日圓的厚切吐司 塗上自家製的奶油跟果醬簡單又好吃 有機會的話也想點不同口味的吐司試試看 長谷寺跟玉林神社都是看繡球花的好景點 吃完Cafe Ruchet 散步去看花吧 Garden House Kamakura 是一家非常有氣氛的餐廳 聽名字就知道店家被綠樹跟花草所圍繞 Bubble點了培根淡奶油牛奶鬆餅 很適合當營養滿點的早餐或下午茶 培根是選用創意110年的聯餐HAM 富剛商會的火腿製作 煙燻味跟培根的鹹味 中和了鬆餅和糖漿的甜味 一定要來試試 在Garden House Kamakura吃完早餐還早的話 可以順道到漫畫家橫山榮伊宅地改建的 蓮艙Starbucks和咖啡 一日之際在於晨 有一次旅遊的早餐千萬不能馬虎 朝食物Kobakaba提供了健康好吃的日式早餐 聖誕使用了有機蛋 你看打在五穀米上面顏色就知道多漂亮了 加上一點點醬油 就變成日本人常吃的早餐TKG 生蛋拌飯 簡單但是健康好吃 配菜的自物以及味噌湯也都很到位 在這裡體驗日本人的早餐文化真的不賴 以上就這次的介紹囉 那美食其實非常的主觀 有些人吃不習慣米其林餐廳 有些人則覺得同班美食是王道 好不好吃還是要看自己的喜好 但希望影片還是有參考的價值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還可以訂閱 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